我的娘亲是一跃成龙的锦里 可她成龙后 再没回来 我死里逃生找到她时 她也是龙王妃 对着收养的龙女满脸疼惜 你要什么母妃都会答应你 而龙女参笑指着我 那就扒下她的皮给女儿做擦脚不好了 一 我是杂鱼宫唯一一条锦里 也是杂鱼宫所有小鱼欺负的对象 爹不疼 娘不要 黄老小鱼往悬崖跳 我缩在悬崖瀑布边 头滴滴埋起来 浑身缩成一团 只求这些她们能像往常一样 看着我卑微的样子无趣离开 本小姐面前你就别装了 头皮一阵剧痛 我被拽着抬起头 组长的女儿红里眉眼协跳 看着我冷笑 你不会还想装可怜勾引哥哥吧 告诉你 今天没人会来保护你了 你必须跳下去 她紧紧扯着我往瀑布悬崖边拖行 我拼命挣扎 摸到破亏的手紧紧抓着藤烂水草 先续顺着手心躺下来 又很快消失在打过来的水花里 头皮和掌心的痛让我眼前全花 可我不能松手 三十天后龙门大开 龙族会选一条小鱼送去越龙门 越过就能成龙 脱离繁于身 成仙成神 能上天界 能入龙族 十二年前 日上一次龙门打开的日子 那天 金屋当空 飞雪如银锦 三界惊叹 称为祥瑞之兆 而我的娘亲 在龙门处一月成龙 她的头顶 还有我哭闹下咬下的两个小牙印 我当时刚满月 不懂其他小鱼都在欢呼什么 只知道 娘变了样子 要离开了 我嚎啕大哭 娘垂下头 好看的龙须温柔擦着我的眼泪 锦儿别哭 娘亲上天界流明后就来接你 娘答应锦儿 再不会让锦儿难过 再不会让锦儿受任何人的欺负了 当时的我 听不懂娘的话 只是哭着不许娘走 直到天上突然下来十二位冷面金甲先生 声影掰开我的手 把娘为在中间带走了 一别十二年 娘亲再没回来 杂鱼钩的小鱼 笑我是娘都不要的小鱼 日日打骂我 我忍下一切 从不反驳 娘亲不会忘了我的 娘一定是被天界困住了 她不会忘记我的 我默默地在角落里日复一日练习跳跃 只求十二岁这年 能够备选中越龙门 我要一跃成龙 我要去找娘 二 真是一身牛尽 你们都来帮我推她 红礼扯不动我 开始招呼其他小鱼 我的视野已经模糊了 只看到他们窃窃上前 却没有动手 红礼姐姐 你的哥哥淫里少族长警告过我们 不可以再欺负她 还说她是她要护着的人 我们不敢跟少族长作对 呸 就凭她一个美娘小鱼 还想做本小姐的嫂嫂吗 我头脑昏沉 强撑着尼南 我有娘 我娘是一跃成龙的锦里 我不会做你嫂嫂的 我要越龙门去找娘 凭你 还想跟本小姐抢越龙门的资格 做梦 她一脚踹起块尖锐石头 郑重我的小腹 我再也没了力气 手渐渐松开 周围是十几双手把我往悬崖边拖拽 我微微闭上了眼睛 恍惚间看到一道银色身影 耳边传来一声集合 你们在干什么 是银里的声音 它是杂鱼钩最好看的鱼 也是唯一对我好的鱼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去看它 却只看到红礼猛地拍过来的大尾巴 巨浪夹杂着碎石 把我打落了悬崖 历史冷水扑面而来 我想逆流而上 却被数不清的水中石块砸落 耳边还能听到红礼的得意嘲笑 哥 我可是你亲妹妹 她早该死了 她娘都不要她了 哥哥你还向着她 敢挡住我成龙之路的 都该死 下面全是礁石 别侥幸了 她连尸骨都不会剩下的 笑声随着水流灌进我的耳朵 我彻底失去了挣扎的力气 眼前仿佛又娘亲无比慈爱看着我 锦儿 娘亲永远爱你 看着身下越来越近的礁石 我闭上了眼 下一秒 一条巨龙把我接在怀里 破浪而出 腾空置雅顶 三 我惊魂未定趴在龙背上 紧紧攥着龙须 龙须触感温暖 像极了娘亲的怀抱 雅顶那些抬头张望的小鱼冲着龙扣头 高呼 恭请龙母驾临 原来是龙母 我自嘲垂头 我痴心妄想 以为是娘亲呢 龙母须子一甩 我落回崖顶杂鱼沟 银里站在远处 看到我回来满脸惊奇 想过来却被红礼拦住 小鱼瞬间围了过来 红礼狠狠看着我 小声警告 龙母来选拔越龙门的小鱼 你别坏本小姐好事 说完 还冲我挥了挥大尾巴 我没在色索 从前是若只是不想 被她更加注意到 影响我修炼越龙门 但现在 我眼中只有龙母 她的身上 没有娘的气息 可是那金顶红铃 像极了娘亲 记忆中的娘亲 也是这么好看 看我不回应 红礼瞪着眼就要来教训我 组长拉住她 试一其他小鱼把我挡在最后 把红礼和银礼叫到最前面 龙母大人 您看这俩孩子 红礼摇头摆尾走到最前面 势在必得 龙母微微垂下头 在她身上打亮一番 金光一闪 我清晰地看见她头顶一片金铃上 有两个小牙印 跟当年我给娘亲咬下的位置一模一样 我浑身一致 不过一切奋力往前去 私声高喊 娘亲 是我呀 我是锦儿 龙母看向我 组长却一把将我挡在身后 指着红礼陪笑 龙母 不过是个小风鱼 红礼是我的亲女 她是所有小鱼里资质最好的 我十数条小鱼拦住 他们用沙土塞住我的嘴 把我往水底埋 我的视野愈发模糊 呼吸愈发艰难 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秒 一声龙鸣响彻水底 我被拉了出来 四 锦里 龙母把我捧在身前 眼中满是异常的兴奋 我找你很久了 我惊魂未定看着她 贪婪地享受她的怀抱 我不再是没娘的小鱼了 我有好多话想问 想问她为何这么多年不回来 为何不来接我 为何刚刚没有认出我 直到她带着我回到东海龙宫 幻化人生 我看到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 扑了上来 甜甜地叫她 母妃 我的娘亲 现在是龙王妃 她有了新的女儿 是一条她收养的赤龙 通体红鳞 跟我很像 她很不喜欢我 一把将我从娘亲的怀里扯了出来 哭喊质问 母妃 她是谁 您是不是不爱我了 您不是说过只会收养我一条小龙吗 娘亲丝毫没有阻拦 还将赤龙抱在怀里轻哄 别哭 母妃只疼你 只爱你 你想要的母妃都会给你 龙宫的地面很硬很老 摔得我很痛 却不及我心痛的一半 赤龙缩在娘亲怀里 指着我 那我要她的皮 包下来给我当擦脚步 她的眼中满是不屑和嫌恶 我不由得后退半步 下意识看向娘亲 娘亲说过 不会再让我受任何人欺负的 可如今 她只淡淡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毫无怜惜 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一般 我鼻子一酸 也许红礼说得对 娘亲成了龙 就不要我了 我默默向后退去 想离开龙宫 身后却突然想起龙母的冷恨 想跑 拦住她 瞬间涌上蓝石鱼个虾兵蟹将 把我团团围住 压跪在地上 五 我拼命抬起头 看着娘亲 难道她真的忘了我 甚至要扒下我的皮给养女坐洗脚步吗 只是因为 我是鱼 而她是龙吗 可是娘亲 我可以一跃成龙的 想起十二年来日复一日的刻苦修行练习 我奋力挣脱所有桎 一跃而起 用尽所有力气向着龙宫最高处的珍珠塔跳去 尾巴在宫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我成功越过珍珠塔尖 重新落地 哀求看着娘亲 我有用 我可以跃龙门 别不要我 她看了我一眼 某种意味不明 欣喜的背后藏着我看不透的东西 嘴中似乎还在低声尼南 我隐约听到三个字 珍 熟悉 熟悉 因为我像娘亲啊 我心头苦涩 想上去拽娘亲的一脚 娘亲 到底为何不记得我了 赤龙尖声叫嚣 扑过来踢开我 你还想成龙吗 你就算成龙也是最低贱的 只配上天公宴 龙儿 娘亲打断她的话 与其中带着警告怨怒 像极了记忆中 娘亲为保护我喝退其他小鱼的样子 我满眼稀记看着娘亲 小心翼翼开口 娘 娘亲 抱抱我好吗 她看着我 一步步走过来 走到我身边 弯下腰 抱住了赤龙 只深深看了我一眼 便安排人带我去了龙宫最偏远的偏殿 六 偏殿周围是极高的珊瑚山 高到贴近海面 在山顶能看到金灿灿的灵灵波光 除非拥有一月成龙的能力 否则不能进出 我全抱自己坐在角落 安安慰自己 这个地方虽然我现在出不去 可赤龙也同样进不来 或许娘亲想起了我 所以在用这样的方式保护 考验我呢 或许龙宫比杂鱼沟要复杂得多 娘亲现在地位尊贵 没有任何根系 应该也会被很多龙仗着权势和人脉 偷偷欺负呢 看着高高的珊瑚山 我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请家休息 越过珊瑚山 等龙门大开的时候 我定能用最漂亮的姿势一跃成龙 给娘亲争光 护住娘亲 许是我诚心所致 第十日 我成功跃向珊瑚山顶 看着近在咫尺的铃铃波光 我高兴得要喊出来 我迫不及待继续向上游 脑海中想象着娘亲知道后 为我骄傲的神情 眼见着就要跳过珊瑚山 头顶却突然出现一个 越来越大的阴影 阴影破碎海面 掉了进来 砸在我的头上 我被这股力道一冲 落回海底 我又气又恼 当想兴师问罪 那阴影落在我面前 被水冲得翻过面来 露出一张白皙精致的脸 很好看 比银里好看很多 我吹了个大泡泡 把它包起来 它依旧紧闭双眼 但是面上有了血色 身体也不再蜷缩 而是伸开了两条腿 这腿也跟我们 于幻化出来的软脚步一样 我忍不住伸手戳了戳 很结实 很有弹性 我又换了个地方戳了戳 戳中一块微微凸起的地方 比别处都硬 随着一声闷哼 那块地方猛地突出起来 狠狠顶上我的脑门 七 这对还会打人了 我捂着头后退两步 却见那人已经睁开了眼睛 一双湿漉漉的毛子迷茫戒备看着我 你是赵家的人 我想了一下 摇摇头 于是没有幸的 他松了口气 冲我笑起来 多谢姑娘相救 这是有生以来 除了娘之外 第一次有人对我笑得如此温柔 我也笑了起来 耳边突然响起来咕噜咕噜的声音 他不好意思捂住肚子 我了然 走到水边掠尸小法 捞起一把水草递给他 他却面色惊恶 姑娘住在岛上 平时就吃这个 我连忙摇头 不是的 这个很好吃 我也不常吃的 这水草甜脆可口 只是零食 甜饱肚子还是不行的 他的眼神却漫上满满的心疼 等我回去解决了赵家人 接你离开 带你吃最好吃的驴肉火烧 驴肉火烧 我都没听说过 他继续道 肯定比水草好吃多了 正所谓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你吃龙肉 我心头一颤 猛地跳起来 他诧异 天人才能吃上龙肉 我们凡人 只能吃驴肉 我生了火气 他把龙说得像是天神圈养的猪 龙也是仙神 怎么可能是吃食 他好笑着我 耐心解释 龙族也分三六九等 传闻中除了天生神龙 锦立月龙门的锦龙 还有一种邪龙 镇压在东海之末 就是专攻天界吃的 这话我倒是听过 可镇压东海之末的是恶骄 我反驳道 那是恶骄 不算龙 真龙只有天生龙族和锦立月龙门的锦龙 他不置可否 看向海平面 悠悠叹气 锦龙又有何不同 就像我虽然科举高中 可无甚根基 还不是要被皇亲国妻顶替了官位 把我流放到此当替死鬼 不然这附近怎会有那十几年前锦龙坠天 被天人带走开然的传说呢 把一股莫名烦闷像座大山一样压在了我心头上 我看向海边那座山 十二年前 娘亲就是在那里离开的 当日很多先人围着她 那段记忆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些模糊 似乎当日每个人的表情都看不出喜悦尊敬 我拼命回想 那段记忆的最后画面 是娘亲画作天边的一抹残虹 直直坠落 就像现在这样 远处的太阳下山 一抹残虹隐没在山间 山头一丝黑雾 像是什么东西被埋在那里 等着故人祭拜 一声钟鸣骤然响起 我心头骤然震颤 一股寒意从心头蔓延全身 海风呼啸四起 海面翻起滔天巨浪 远远传来一声嘶吼龙鸣 见鱼 你终于出来了 是赤龙 我暗叫不好 一巴掌打晕月晨 拎着他三两步跑到小岛另一侧 冲着不远处的渔船扔了过去 转身要跳回珊瑚山时 赤龙已经杀到我眼前 红光一闪 我头顶一阵剧痛 赤龙三根手指化为利爪 尖锐的指甲刺中我的头顶 活生生掀翻三片金林 剑鱼 凭你还想成龙 扒了你的皮 看你怎么痴心妄想 头顶止不住的血迷糊了我的眼 我看着自己还没他一个爪子长的尾巴 想忍剧痛扭头就往回跑 刚钻进水里跑到珊瑚山边上 一股强大的力量重重打在我的后背 狠狠把我的头推撞在珊瑚山的一角 我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染红了珊瑚山 我微微闭上了眼睛 恍惚间看到珊瑚山似乎散发出一缕一缕的金光 像萤火虫一样 飞向我的头顶 还有一股奇异的力量从我的头顶远远不断流淌全身 赤龙居高龄下逆着我 满眼不屑 鉴于 不自量力 放心 我会留下你完整的皮 做本公主的擦脚步 说完 他张狂大笑 冲我头顶抓来 我无力抵抗 却见珊瑚山中猛的乍现金光 一道屏障横在我和赤龙之间 他却好像看不见这道屏障 爪子直直抓来 屏障迸发出火一般灼热的光 靠近周围的水草瞬间融化 下一秒 赤龙的爪子就要触碰到屏障 一声龙鸣突然响彻东海 助手 龙母嘶鸣着急驰而来 将赤龙推开三尺远 等到屏障渐渐消失 我落进一个温暖的怀里 耳边是他惊慌的声音 千万要撑住啊 还有二十日龙门大开 要是出了事女儿可怎么办 我张了张嘴 此刻我多么希望他担心的女儿 是我 我被抱回龙宫 龙母亲自放出龙血为药引 为我疗伤 端裂的骨头很快不再疼痛 甚至能感受到缓缓的生长 可我被掀翻的三片金鸣 却无论如何都无法修复 赤龙不服气站在一边 满腔怨毒 不过是条件于 娘亲你干嘛要护着他 长得像我也就算了 干嘛还要帮他跃龙门 龙母紧紧抱着我 过得我本就受伤的骨头更疼了 好似生怕我跑掉了 他摸了摸我的脉 略松一口气冷冷回应 你最好祈祷他能恢复如初 一跃成龙 不然死的就是你 我身体不能动 可听得却清清楚楚 龙母的话 让我心中的一团越来越大 赤龙还要开口 外面突然传来通报 是天界的天妃驾铃 龙母靠近看了看我 在我耳边轻声叫我两声 确认我毫无反应后 他把我抱进龙宫里院 又拉了一道屏风 才开口 请进你 我装作昏睡不醒 可身体却被那异样金光缠绕 好似重塑精髓 竟能清晰听到天妃的声音 十二年了 上次那个吃的就剩半口气 身上砍掉的也长不出来了 一个月内无弊的尽献心的 为了我们的族人 族族辈辈换皮洗血 舍弃了自己的皮囊 如今千年大计就差最后一步 若再出事端 锦龙不现世 又得再等十余年 我们等的 天界可等不得 妹妹也别怪我很心 若你狠不下心 皮箱不一样再出差错 只能把你的宝贝女儿送去天宫宴了 十 龙母唯唯诺诺 应了声 而我的心里已经翻起惊涛骇浪 换皮洗血 千年大计我听不懂 可十二年前 我的娘亲 一跃成龙 去了天界 一去不回 我浑身发冷 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天去 看个究竟 经过我的金光 也在这一刻汇聚成一团凝结在我眉心 我浑身一松 撑着床檐亮呛爬了起来 外面天飞已经离开了 龙母听到声音连忙走了进来 你感觉怎么样 恢复得可好 那张与娘亲一模一样的脸 喜不自胜地笑着 可我再无法在这笑中 找到一丝一毫的慈爱 我的心头帮了三根弦 线上挂着黑纱 遮着一个唱了半场的戏台子 欠我不言 龙母笑着坐在我身边 试探开口 你之前一直叫我娘亲 是娘亲为避嫌才没有回应你 你可不要闹了脾气不肯留下了 我定定看着她 一字一句道 我会留下的 我还要越龙门呢 我怎么会不肯留下呢 我娘亲的皮囊 就在这里呢 龙母松了口气 拍了拍我的手 那便最好了 等你一跃成龙 我就送你去天界 天界可是好地方 我那海中又想起刚刚天飞的话 皮像不一样再出差错 只能把你的宝贝女儿送去天宫宴了 我握住龙母的手 垂头驯人欲气 只可惜我掉了三个鳞片 成龙后肯定没有赤龙姐姐好看 我挤出哭腔 蝶光瞥见龙母面色僵住 侧过身看着屏风外的赤龙 唇角微微颤抖 我紧紧盯着她的动作 心头那三根弦绷得越来越紧 一字一句继续道 天界先生定然都见过赤龙姐姐的美貌 若日后我上了天界 不会被嫌弃打回来吧 绝不允许 龙母疼地站起身 声音尖色 赤龙不懂事 伤了你 娘亲 这就为你主持公道 她大跨步走了出去 好像生怕慢一步就会反悔 我的视力好像变好了 透过屏风 我清晰看见她走到赤龙身边 在赤龙不解的目光中不忍地闭上了眼 紧接着 她衣袖挥起 三根手指化为利爪 猛地插进赤龙的头顶 在与我受伤相同的地方 掀翻了三个鳞片 鲜血四剑 赤龙的哀嚎瞬间响起 她拼命挣脱龙母的束缚 鼓着头满的乱滚 嘴里止不住地咒骂 剑鱼 啊 娘亲你居然为了剑鱼要杀女儿吗 我的头啊 你不配为我娘 你把我从东海之末接出来时 说过会护我一辈子的 东海之末 我心头一动 三根弦骤然绷断一根 十一 龙母狠狠扇了赤龙一巴掌 颤抖着堵住了她的嘴 命人把她带了下去 她擦去泪光 脚步沉重走回来 坐在我身边 颤抖着把我揽在怀里 眼睛却看着赤龙离开的方向 一字一句说道 娘亲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女儿你 你可千万 不要辜负娘亲的心意 我佯装感动 依偎在她怀里 手揽住她的腰 趁她毫无防备 从她腰间扯下了龙宫令牌 我要离开龙宫 去海边那座传闻中坠龙的山 看一看 龙母在我装母女情 身指撑住了一炷箱 便找借口匆匆离开 她消失的方向 与赤龙离开的方向相同 她的背影 与我记忆中 娘亲离开的背影渐渐重合 我攥紧手中的令牌 努力压住鼻尖酸色 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 娘亲还在等我 等我找到真相 找到她 龙母走了 龙宫里所有虾兵蟹将 都争先恐后赶去了赤龙的房间 生怕跑慢了两步 不能在赤龙面前邀功 确认他们都走了 我站起身走了出去 他们以为我是重伤未愈 难以行走 可他们看不到那些金光 就好像等待我上千年的抚慰 早已将我那里所有创伤修复 我一路畅通出了龙宫 按照那日那人所指的方向 上了岸 岸上很乱 好多人都在四处跑 还有拿着刀剑穿着盔甲的 在四处搜寻 目光看向我 似柄长剑瞬间架在我的脖子上 四个人贪婪看着我 余村还有这等美人 带走 犒劳犒劳兄弟们 说着 他们推嗓着我往一侧走 看着离那处大山越来越远 我急了 可天道不允在人间施展法术 我只得一个扭身贴地滑出四人之间 冲着那处高山跑去 身后是气急败坏的骂声 紧接着 几只剑擦破着我的耳朵嗖嗖飞来 我左右躲闪 幻化出来的脚中归不上跑步 脚下石头一晃 整个身体控制不住向前摔去 腰猛的一紧 身子腾空而起 熟悉的声音响在我耳边 姑娘小心 我抬起头 居然是玉晨 她目光灼灼 头戴银棺 身披软甲 骑在高头大马上 违背军令 各自回去领罚二十军棍 方才还追我的四人扑通跪地 扔刀磕头 嘴里不住说着主帅饶命 玉晨抬手撩起披风把我抱在怀里 驾马带我进了主城 龙宫一日 地上三月 你变了好多 居然还记得我 我道 玉晨尔根微微泛红 救命之恩 还未曾报 怎会忘 她话语突然止住 她话语突然止住 又继续开口讲着这段时间的事 我才知道 因为暴君昏庸 她和很多人一起报仇反叛 已经割据一方 被百姓推举为王了 从前总以为天子禀功 但既然皇权不公 就该有心的公道出来 玉晨眉眼淡淡 递给我一杯暖茶 我坐在软垫上 难得放松接过茶 仔细撕存她这句话 那你要自己冲亡吗 她闻言一愣 笑着摇摇头 权力之巅有属于她的人 当年我下山入室 是师父说天下僵乱 我该下山履行我命数的职责 待天下安定 我只想去寻另一番天地 她半垂下头 睫毛颤颤 悄悄看我 这一番天的我已经寻到了 不在京城而在 主帅 一个小兵进来打断了她 递过来一个热气腾腾的纸包 她进了声 打开纸包 宠妮笑着递给我 答应你的 鱼肉火烧 鼻尖香气四溢 我心头的闲再次绷紧 我站起身 收敛了所有对温柔的留恋 玉晨 我想去那座传闻中坠龙的山看一看 十二 她没有多问 亲自驾马带我去了那里 按照村子里老人的说法 我们绕过三处沼泽 走过一片荆棘地 在山脉中央停了下来 四周都是高速山峰 唯有面前这一处奇怪的走向塌陷 好像被砸断坍塌一般 我慢慢走进去 走到凹县正中央时 脚下突然踩中了一块白润如玉的石头 一股力量从地下而起 涌入我的身体 直直顶进头顶 紧接着 周围开始破碎重塑 所有景色都开始天翻地覆的变化 四周都是浓浓的烟尘 烟尘散开 面前出现了娘亲 是十二年前的娘亲 我鼻子一酸 眼泪扑素素滚落 娘亲却好像看不到我一般 向着与我相反的方向跑 她脚步虚浮 浑身是伤 没跑两步便倒在了地上 我踉枪冲过去 手臂却穿过了娘亲 紧接着 上空落下十二位天女 棱着脸抬手眼绝 支起一张半透明的网 将娘亲困在其中 别挣扎了 弄破了皮囊可不好 给我妹妹修补 天飞悠悠出现 你们怎敢 我们锦荣一族对四海八荒有恩 你这般对我 待我面见天地 便要告你一状 娘亲抬手显出锦荣真身 蓄力挥手 大网瞬间破了一个洞 天飞不慌不芒笑了起来 是啊 千年前为镇压恶骄 你们锦荣一族不惜倾尽全族之力 将恶骄封印在东海之末 还留下口风 愿以每一个后世族人的画龙骨为继 让锦荣一族生来喂鱼 只有一跃成龙 才能解开龙骨封印 用血加持东海之末的封印 以此保证恶骄不会再出来获释 直至千年后 恶荣一族被封印彻底灭族 这样大的牺牲 谁会不记得呢 只可惜 那些天人贪吃恶骄助长修为 千年之气一到 恶骄一族没了 天见那些面雌星黑的假人假义之被 没有了可助长修为的恶骄来吃 会吃什么呢 四海龙族肯定不行 那便只有 根基不稳无人保护的龙了 你逃走自然可以 别忘了你的女儿 她还是一条小鱼 到时候 谁来护助她呢 随着她的话 娘亲渐渐松了手 我泪流满面 一次又一次想拉住娘亲 可手永远无法触碰到娘亲分毫 天飞笑得肆意 狂笑间发出两声刺耳的嘶哑龙鸣 更像我在山湖山时偶尔听到的恶骄思鸣 走吧 你乖乖替我妹妹上天公宴 我会让你多狗活几年 争取在你被吃光之前 再见你女儿一面 烟尘散开 娘亲被她们带走了 四周景物缓缓恢复如初 我的泪水落在地上 那块白玉石头猛的碎裂 外皮扑破碎落下 露出一块龙骨 我捡起来 眼前再次看到了娘亲 是娘亲的一缕分魂 锦儿 别来找娘 娘亲只希望你平安快乐就够了 若你没有成龙 便找一处你喜欢的地方 找一个你喜欢的另一半安稳过完一生 若你成了龙 不要给娘报仇 去谷底祖师那里修行吧 那里与四海八荒无争 可以护住你 也是护住我们锦龙一族最后的血脉 我痛哭流涕 捧着骨头哭到尸声 心中地儿根弦 彻底崩断了 十三 我不明白为何天道如此不公 我好恨 我想冲回龙宫复仇 可是我一动念 手中的龙骨就会发出 丝丝丢丢的白光将我团团包围 阻止我的脚步 我奋力挣扎 却在悲痛和耗费精神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身边是玉晨 我摸着娘亲的那块白玉龙骨 我知道 只要这骨头不灭 娘亲的一口气也不会消失 毕竟在龙宫中时 天妃也对龙母说过 天界那条龙还剩一口气 玉晨见我醒来 一句话都没有多问 目光在我手中龙骨上游一半刻 缓缓开口 我在后院 挖了一座衣冠中 你想去看看吗 我看着她 她的目光没有躲闪 滴滴道 我不知别的 只知你一直握着这块骨头哭着喊娘 我撑着坐起身 被玉晨扶着走出了屋子 看着后院里那座新挖开的坑 我就地坐下 深吸一口气 把龙骨放进怀中 坚定道 我娘没有死 怀中的龙骨鲜收泪润 怀中的龙骨始终温润 向娘亲的手一遍又一遍抚摸我 安抚我 耳边始终萦绕娘亲的声音 娘亲只希望你平安快乐 安稳过完一生 不要给娘报仇 可是娘 我好想你 我要去见你 我想带你一起 找个我们都喜欢的地方 安稳过完一生 玉晨陪我坐在院子里 直到斜阳西沉 一抹残虹洒在院中 外面突然响起锣鼓声 我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玉晨以为我冷 解开外袍扑在我的肩上 见我看着外面 她轻声解释 是戏 今夜有一出戏 玉晨陪我走了过去 那边的人一见玉晨 忙不迭在最好的位置摆了两张太师椅 让我们坐下 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好奇地看着我 递给我一个唐人 漂亮姐姐怎么哭了 给你糖 奶奶说 吃糖就不哭了 一位老奶奶连忙过来抱走了她 我拿着糖人 放进了嘴里 田夫充斥口腔 压住了黄尘的酸色 田魏充斥口腔 压住了鼻尖的酸色 这出戏 唱的是英雄救美 台子上的美人说英雄是救命恩人 报恩要以身相许 可英雄陌路 美人迟到自闻 鲜血洒了整个戏台子 我吓得站起身 杀人了 玉晨能拉住我 轻轻捂住我的嘴 是戏法罢了 不信你看 她下台好好的 我寻声看去 才看清那美人脖子上贴了个可装穴的人皮 我松了口气 坐了回去 台上戏文还在唱着救命之恩一身相还 玉晨小心翼翼握住了我的指尖 你的救命之恩 我也未曾报答 我看向她 她的耳根又红了 滴滴道 如今京城起义大军已经赢了 赵家人都死了 我会在近日上京交出兵权 今后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待着 不知道你接下来想去的地方 会不会顺路 怀中龙骨又开始微微发热 我想起了娘亲的话 找一个你喜欢的另一半 十四 我刚想开口 突然一阵狂风呼啸而至 戏台子当时被掀翻 周围瞬间想起百姓哀嚎 我回过头 只见海面高如意堵墙 倒向村子 海水中 无数房屋瞬间坍塌 所有人都惊慌失措 玉晨把我推到最高处的房顶 深深看了我一眼 等我回来接你 说完 她纵马回到了洪水中 一切来得太快 我缓过神来看向身后 一个浪打来 那个举着唐人的小孩 瞬间淹没在水中 残破的唐人飘在水面 很快也不见了踪影 而玉晨站在洪水中 稳住身下一块宽大的木板 不断拉着百姓爬上去保命 她像一张拼命撑起的帆 想带着她守护的人逃命 我钻紧龙骨 心头所有的悲伤好似瞬间消失 保护不了对我好的人 我没有资格再自顾难过 我从未这般冷静 再不顾及所谓禁法术的天道 我心头最后一根弦应声断裂 那片黑沙落下 戏台子已经搭好 我不会再退 我蓄力掐绝 以法凝结界 撑在他们的上空 缓缓扩大 包成一圈 一个巨大的海浪猛地打来 我的结界瞬间破碎 所有人都被卷进水里 消失不见 龙骨站在浪间缓缓走了出来 看着我笑 你真不乖 私自逃出龙宫 让娘亲找了你好久 我被带回了龙宫 龙骨坐在高位 似笑非笑看着我 你想去哪里 想离开龙宫 不想成龙了吗 我冷静应对 装出乖巧的样子 是女儿贪玩 让您担心了 那些凡人无辜 还请您放了他们 龙母笑着扶起我 眉眼满是警告 不过是些凡人罢了 你若想救 那就乖乖听话 成龙后我自会允许你去归须寻出他们的魂魄 送去黄泉 他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三根手指紧紧捏着我的肉 另外两根手指像装饰一样搭着 从前我以为他和赤龙都是伤了两指 现在我明白了 那不是受伤 而是甲指 因为他们不是龙 是三爪恶骄 不止他们 还有那的巅妃 都是恶骄 他们绸缪千年 只为重新获释 我倒想看看 他们真的出来了 天界倒是会如何 十五 我又被关进了珊瑚山 龙母用法术在我身上下了禁制 困住了我的元神魂魄 凭我的力量 再也无法逃脱 只能在这里等着龙门大开 被送去火寡 就像凡间圈养的猪 我慢慢摸索 找到珊瑚山上那个我撞破头的地方 我勾过手指 抹上鲜血 金光再次出现 我以血为墨 在石头上写下一行字 仙祖若有之 可会助晚辈复仇 金光闪烁两下 围着我转了三圈 却没有进入我的身体 我继续写了下去 将娘亲和我遭遇的一切都写了下来 写到最后 我哭出血泪 若仙祖护住的四海八荒 最后连我们一族都容不下 那这四海八荒 与我们还有何干系 珊瑚山略微颤了颤 金光乍现 附护我全身 龙母的禁制轰然破裂 我冲着珊瑚山重重磕了三个头 定然不负仙祖 我在珊瑚山底昼夜修炼 将金光彻底吸收融合 终于到了龙门大开这一天 我在龙母的期盼下 一跃成龙 满天金光 这是只有上古锦龙将士才会有的征兆 龙母看着我的龙身很是高兴 把我拉到赤龙身边反复打了 真相 她拿出一根副龙绳 缠在了我的手上 我冷冷看着她去天界之前 我要去一趟龙虚 她欣然答应 快些回来 别耍花招 不然几个凡人的亡魂 我想念碎也是轻轻松松 我在龙虚找全了那些村民的亡魂 他们的魂魄已经变得透明 再晚来一日 就会彻底消散了 可玉成的魂魄却好似被一层神光护柱 依旧如初 可我现在顾不得探寻究竟了 只要他们平安便好 我把他们送去了地府 回到龙宫时 龙母和天妃都在 龙母拿着一柄小刀缓缓靠近 眼睛直勾勾盯着我的手 锦儿 娘亲需要你的手指 我冷笑一声 推开她 别叫我锦儿 我觉得恶心 十六 我走到天妃面前 十二年前 你答应我娘 会让她最后见我一面 不会食言吧 天妃挑眉 惊讶一瞬笑出了声 不愧是锦龙后人 倒是有些本事 可你别想 我抬起手 咬断左右手两指扔给了她 我自断四指 顺你一根恶交换身份 只求再见娘一面 你又不肯 我便去隐身于珊瑚山的封印 如此 你们恶交一族再无可能出事 天妃拍案而起 目光阴毒 你都知道了 好 看来不能留你了 我这就送你去见你娘 让你们母女一同灰飞烟灭 说着 她手腕一番用附龙绳将我紧紧捆住 我顺从看着她 一字一句认真道 你们筹谋千年 不会不知我们死了封印只是不稳 强行打开会让封印中的族人死伤惨重 我自愿跟你走 但你要护我娘周全 如此我便把龙骨交给你 你拿着龙骨 可以解开东海之末的封印 保你们全族无恙逃脱 天妃和龙母对视一眼 眼中神色慧安不明 天妃冷笑道 你们锦龙一族可是已身乎天下 如今到你这辈 竟也会自私了 我听出她语气中的嘲讽 先祖护住的天下 如今连我和娘都容不下 这样的天下 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 说完 我拿出娘亲的龙骨 龙骨在此 我娘的平安换你们全族的命 如此划算的交易 你们不会这么小气还不肯吧 天妃笑出了声 好 好 好 我倒是有些喜欢你了 你娘的身体已散 原魂我帮你留住 送去私命殿转生井 如此可好 好 我应了声 被带着上了天界 门口的金甲神 看着我便哈哈大笑 这次的龙看着就跟上次一样新鲜 哈哈 就是比东海之墨那些好 我猛地看过去 他被我一看尽了声 原来 他们知道 我和娘亲 都不是恶交 他们知道 我们是锦龙 是上古救了四海八荒的锦龙 既如此 坐下了这么多年的安稳 他们也该付出代价了 十七 我见到了娘亲 她已经没了声息 露出来的骨头上 都是刀痕 空洞的眼睛在看到我的一刻流出一滴泪 天妃带我去了私命殿 当着我的面 将已经没有声息的娘亲送进了轮回井 本宫大发慈悲 还给了你娘一个转世带心骨的机会 算是赏你时时悟了 天妃伸出手 我如约将龙骨交给了她 如此我便放心了 不然只怕 夜长梦多 后面八个字 我咬得清晰 天妃眯了迷眼 抬手招来一人 拿着龙骨离开了 去的方向 是龙宫 我笑了 我就怕他们不去 夜长梦多 我是特地提醒她的 我只怕他们不早点闹起来 打上天界 天界正面十分热闹 我被关进笼子 摆在站在大殿内 天地身边的金甲天神走过来 从龙子边伸进一把尖刀 在我身上四处打量着要踢下哪块肉 突然一阵地动山摇 龙宫方位传来一声轰鸣 两个小仙惊慌失措跑进来 天地 不好了 东海之末的封印破了 恶交显示了 大殿瞬间死寂 紧接着 所有仙神都乱了套 仓皇逃窜 嘴里不住说着千年大劫又到了 天地抢坐镇定 拍了拍桌子 指着我 别慌 这不是还有救吗 我对上他的目光 笑得灿烂 是呀 锦龙现身刻不封印 我猛地夺下金甲天神手中的尖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横在了脖子上 回身一画 鲜血似箭 我睁大了眼笑着倒在了地上 十八 天界彻底乱了 龙母带着恶交杀了上来 天兵天将抵挡不住死伤惨重 天地仓皇带着天妃就要跑 天妃却也显露了真身 是一条巨大的恶骄 我躺在中央的笼子里 亲眼看着那些方才还叫嚣要吃多少龙肉的仙神 悉数倒在恶骄爪下 血弥漫喷洒成了血雾 在恶骄的黑气中缠绕 天地高喊天道 天道难道真让恶骄要灭我天界吗 可是 要灭天界的不是恶骄 是他自己 千年前 先祖在这样的浩劫中挺身而出 救下三界 可我们锦龙一族的下场 却比恶骄还惨 恶骄上存几十族人 锦龙一族只剩了我 我们锦龙一族不暇自哀 别族却皆有目共睹 偷偷叹息 如今浩劫在志 他们若挨之而不见之 只怕是重走我们的老路 还有谁肯挺身而出呢 死的仙神越来越多 他们在哀嚎中后悔 拼力抵抗 拖着残驱从笼子中 抱出我的身体逃走 一路逃到天海中央的神岛 在这里 他们下了决心 务必倾尽力气复活锦龙 让他以身献祭封印恶骄 救我 为了让我替他们去死 可是 凭什么呢 任凭他们用尽办法将神力灌注我身 我也纹丝不动 他们没了法子 开始互相指责 可他们不知道 灌注神力 是叫不醒一个装死的龙的 被逼无奈 太白金星突然拎起金甲天神 扔进了炼丹炉 围巾之计 唯有以仙神之力炼出九转海神丹 为他吃下了 金甲天神在炼丹炉中发出咒骂 其他天神却只犹豫了半分 便开始灌注神力 凝结烈火 炙烈炉炉 看啊 这便是天神 他们真的不配九居高台 看着他们耗尽神力 我显露了锦龙真身 我的身上 还有着仙祖残存的金光神力 在他们精益的目光中 我吓得灿燃 挥了挥手 掀开炼丹炉的盖子 把除了太白金星之外的所有仙神 都扔了进去 接着 炼丹炉被烈火包裹 我居高临下看着太白金星 单手捏碎炼丹炉 取出这十余个仙神炼成的神丹 太白爷爷 你说 他们吃过我娘 如今在炼化成丹被我娘吃下 算不算两清 太白金星淹了咽口水 下意识后退半步 我把丹药放进怀里 太白爷爷 裹在你的身上 没有闻到龙肉的味道 姑且饶你一命 恶骄或事 若天神肯与他们同归于尽 应该还是可以控制的吧 我笑着拎起太白金星 带着他回到了天界大殿 太白爷爷 快劝劝你的同修 舍身就天下呀 太白金星跌落在地 在我的注视下 颤抖着跪下 浩劫已至 唯有同归于尽 才能救天下啊 所有仙神都精益看着我 却没有一个肯上前 与恶骄同归于尽 太白金星闭紧双眼 蒙得起身冲向看着我的天飞 再抱住他的一瞬 暴体自尽 而他自尽散开的 修为如平地惊雷 竟将在场 除龙母外的恶骄 都悉数震倒 仙神缓过神 一个一个把那些恶骄 堵刀杀尽 却没有一人上前 为太白收取散落神魂 甚至还有一个仙神 在杀掉一只恶骄后 偷偷切下一片肉 放进了嘴里 十九 恶骄只幸存了龙母和赤龙 我 应该叫骄母和赤骄嘛 他们狠狠盯着我 反手挟持了天地 乖乖束手就擒 不然我杀了天地 我笑了 笑出了声 好啊 杀了他 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天地哀求地看着我 却在听完我的话后 面色灰白 我若一死 天下必乱 你不要这四海八荒了吗 顽固你先祖的牺牲吗 又是这一套 我挠那耳朵 魂不在意看着他 可这要灭了我全族的天下 与我有何关系呢 不如天地 您自己献祭灭了恶骄 我来替您守三戒 如何 天地尽了声 闭紧双眼 是我错了 我愿意付出代价 只希望你能允诺 守好三戒 说完 他抬手掐绝 捏碎原魂 决定自会献祭 看着他原魂散碎 我落在他的面前 推开已经浑身无力的他 拎起胶母和赤胶 天地倒在地上 有些稀奇看着我 我只淡淡瞥了他一眼 你死可以 他们两个可不能死得这么容易 二十 我解决了残局 仙神死伤大半 活下来的那些 但凡吃过我的娘亲 都被我抽离原魂 扔进了畜生道 最后 只剩下一小半 仙神流了下来 我把文母高高掉起 混绑在天宫正中央 正下方放了一个笼子 里面关着赤胶 在他们的咒骂声中 我一刀砍下 胶母的肉 血流如柱细数 落在赤胶身上 我用刀尖挑起肉 喂到赤胶嘴边 饿了吧 来 吃肉 我禁锢了胶母的挣扎 赤胶抓着笼子 嘶吼咒骂 看着我的眼神 好像要吃了我 我把肉扔进了笼子 转身离开 吩咐仙神 看着他 除了这块肉 什么都不许给他吃 我把苟延残喘的天帝 带去了东海之末 这里 还封印着一些残存的恶骄 天帝这么爱你的天下 就留在这里 亲自镇守吧 天帝常常叹了口气 走进了封印 我不配为天帝 是我自私 逼过神君下世历劫多年不归 待神君历劫归来 希望你替我跟他请罪 把天帝之位 交还给他吧 他把那块掌管三界的印件交给了我 我不知可否 抬手关闭了封印缝隙 我又去了趟西海 西海降生了一只小龙 是我娘亲的准事 那天飞总算还是做了件好事 娘亲如今是西海龙王的小女儿 西海看到我来 恭敬迎接 我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把那颗心神炼化的丹药位给了小龙 她前世是我的娘亲 如今只是西海的小公主了 我只希望 她这一世幸福 二十一 做完这一切 我回到了天宫 一笔三日 天宫也在仙神的整修下恢复如常 每个人看到我都很尊敬 他们也许有的人在骂我 可又能骂我什么呢 骂我见死不救 但可他们每一个活下来的 不都是在恶交大乱中只求自保的吗 我走到正殿 娇母还在顶上吊着 赤脚也在笼子里乖乖待着 恶交易足贪婪好食 一日不吃便如万一穿心 三日过去 赤脚已经浑身憔悴 她见到我 目光闪躲一瞬 又开始了疯狂咒骂 我走到她面前 才看见笼子里那块肉不见了 她的嘴角 却多了一条肉丝 我笑了 再次从娇母身上割下一块肉 鲜血喷涌落下 淹没了她的咒骂 她露出了尖牙 大张着嘴 目光迷离大口大口喝着 娇母的血 甚至直立了身子 不自觉伸出手去够 娇母的身子 我把娇母放低了一些 赤脚的爪子挠下一条又一条的肉 她瞪大了眼睛 看着自己的身体 在亲生女儿的爪子下 露出了白骨 我坐在一边 看了不知多久 直到最后 娇母的眼珠子也被赤脚挖出来 吃进了嘴里 娇母死了 赤脚似乎这时才清醒过来 她绝望地看着娇母的白骨 撞了上去 娇母的骨头刺穿了她的头颅心破 元魂散了出来 我站起身 捏碎了他们的元魂 离开了天界 有先生来挽留我 让我登上天地之位 我拒绝了 有人说过 权力之巅有属于她的人 二十二 我称天地一命 要找到神君回来寄人 我隐匿了身份 游走三界凡间 我找到了当初那个村子村民的转世 而那个爱吃唐人的小孩 这一世开了个米剑铺 再也不缺唐吃了 我走了很多年 可是始终没有找神君转世 更重要的是没找到玉晨 在一场大雪中 那个爱吃唐人的小孩 这一世也走完了 我莫名想陪她走一趟下界 一路进了黄泉路 过了奈何桥 百里彼岸花海中 五百里花海中央 直立着一个人影 长山玉丽 见到我来 她身形一晃 姑娘 好久不见 番外 玉晨说 她似乎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她怕忘了我 所以不肯喝孟婆汤转世 只想等我 我笑说她傻 她说她不是傻 只是知道自己无力保护我 无能找到我 只能用最笨的方法等我 我告诉她 如今的我 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了 以后可以自保 不需要别人在我身边或我周全 她却没有回应 而是生怕我再丢了一半 紧紧抱住了我 我的腰间去猛地乍现一抹霞光 那没天是给我的印鉴慢慢飘顶起来 落在了玉晨手心 紧接着 霞光包裹住她全身 半晨后 霞光散开 玉晨周身掀气 眉间多了一抹惊惚神印 她睁开眼 眼中多了很多情绪 唯一不变的 是看向我的温柔浅犬 姑娘 不知道神君之位 是否有资格在你身边 护你周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